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沒有什麼洞 剛剛在思考這邊沒有洞 又回到了洞窟 現在只剩我了 一個人在這種 冰天雪地中過 我現在感覺到Fred就在這附近了 不是正確的 Grapple的能力燈 突然被冰天雪地裡 我還沒辦法 我還沒找到 我還沒找到位置 在那裡 這會是一個挑戰 等一下冰天雪地裡面 我沒辦法對 我沒辦法對一些東西產生效果耶 天啊 這種滑滑的 我對這種滑滑的東西 沒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天啊 欸這是不是有點誇張啊 全部都是 為什麼會有 那個 布曼之類的東西啊 你這次鬧的哪樣啊 你這次鬧的哪樣啊 先告訴我說些什麼 這次鬧的哪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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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差一點 我討厭這一種 這是附魔台是不是 哇 衝啊 其實不用欸 這個還是可以嗎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是怎麼回事啊 我不懂冰天雪地的情況下 到底是為什麼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啊 當我弄到水晶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有什麼不太對勁 我心裡回想到 把水晶使用了 作為能力 保持在城市 我決定是最好 趕快回到我去 之前這個房間離開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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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沒事啊 等一下 上回 我去哪裡 可以 喔 何去何寵呢 欸 這個是我接下來要走 我要去哪裡 是重點 我接下來要去哪裡啊 往上走嗎 往上走嗎 螢蟹也顯示了掌握器 但是 他們做了 他們似乎 重點掌握器器 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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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這樣玩嗎 這次一定要這樣玩嗎 這次一定要這樣 不要啊 這個就是 他叔叔給他的那個 唉唷 直接要去哪裡 這是他那個發源筒 就是給他的那個 指標啦 接下來該往哪邊走會比較好 就是了 很誇張喔 啊 啊 大失敗 よっしゃ 好 怪 很好 很好 喔喔喔 對 他就是往上走的意思嗎 沒辦法直接過去 真可惜 他喵的 他喵的 衝殺鬼 啊 啊 喔 死掉了 不會要重來吧 真的咧 欸欸欸 這 這 太鳥了吧 啊 他喵啊 好了,來到這裡了,之後呢? 在,在往上飛嗎? 不妙 對,這裡沒有錯 完全不知道這邊是鬧哪樣啊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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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給了很大方 那我現在是在做什麼? 做死嗎? 不妙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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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cares 太枯燥了一點啊 我天啊那在噗噗噗噗噗欸 他喵的 剛剛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不應該這樣飛 那 要閃過去一點 他變成說只能把它提高 不能夠把它當做完全的 完全過去的片段 這樣都不行 不應該這樣 我腳踏得硬 我看到那個影響 幻影響過我的身體 我身體 我對的車子 都保護了我 但我身形 不夠 那麼 我又想說 我認識,如果我留在這裡去處理他們 我可能會冷靜到死 我沒有其他選擇比按摩 壞掉了喔? 壞掉了啦 難怪我沒有辦法再做 做火箭衝刺了 難怪我什麼都做不了 壞掉了,而且這個東西 如果這些 這個裝備雖然能夠很好 能夠保護我沒有受到很大的傷害 但是,但是我還是 如果他真的壞掉了 那我就還是需要 如果我在這邊修理他,我可能就在這邊死掉了 欸,上回 我必須這樣子做,要不然我根本沒辦法上去 這是這遊戲目前的走掉 這樣子,這樣的話這遊戲 現在這樣子,真的會蠻無趣的喔 如果他... 啊... 而且... 相比前面的那些東西 而且火箭...火箭軒拿到的... 時間也太... 火箭軒拿到的時間也太短了吧 你為什麼會覺得說... 而且... 有五個... 還是有五個 還是有五個 問題是我喵的,我找不到 很好 葡萄石... 這...啊... 我大概知道了 這一定是那個老爸講到後面 覺得發現時間太晚了 不行 要超好收尾了 這樣不行啦 這樣不行啦 欸? 你這樣子,小孩會生氣的喔 你就這樣... 難得說...難得聽你講故事 你跟我這樣超好收...收尾 你這樣對嗎? 然後我就在那邊是跳石柱 哼... 你這老爸講...講故事真的很... 很... 很沒功德心欸 前面營造的這麼好 後面就只讓我跳石柱啊 喔... 欸? 為什麼我掉下來了 為什麼我掉下來 我不是沒有移動過嗎 這樣子 這樣子 啊! 你的後面那是... 這是鬧哪樣 那是後面鬧哪樣 越來越細 這...這邊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叔叔到底是不是想搞我啊 剛剛那一根也太細了吧 剛剛那個路真是有誇張 怎麼他可以在哪邊都一直放東西啊 他到底是什麼帶著的 像我記得的 Fred... 不是很好的在維持所有的東西 像你 嘿! 不像你比較好 對不起 無論如何 Fred... 在每一段的路程中 他一直帶了幾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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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帶了幾個東西 他帶了幾個活動 我們帶了幾個活動 我們可不可以 穿自己在船上 是不是很難 如果你是穿著活動 你穿著它 哈哈哈哈 好一點 我猜他真的沒想到這樣 他就想說 阿達為什麼 為什麼Fred的叔叔 可以帶這麼多東西啊 那是因為他 在旅程中 經常忘東忘西的啊 所以他就一直帶著 他帶著 遠比 所需的量還要多的東西 四處 趴趴趴 等一下 這一定是要往上跳 你後面就給我個 跳跳樂 你這樣對嗎 你這樣對得起我嗎 我進去也沒了 我進去也沒了 妹子也沒了 你這什麼都沒了啊 啊 唉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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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這一段就不是那麼的有趣 你們也看得出來吧 就是 我我只是單純的一直在 一直在跳一跳去而已 好 好 差點就死了 我無法接受就是 時不時跳一跳就給我掉下去的 情況 只有不是Dropper之類的 喔 看起來像跟其他都不一樣 好像還可以聞到一點 這個 我已經接近他了 喔修好了 竟然就這樣修好了 這太誇張了吧 那麼 好的今天就是這個樣子了 這 搭了個營火 然後 這果然是床邊故事 仔細想一想 故事講了好幾個星期都沒講完 有些東西 漏售 那個 漏售 也是理所當然的嘛對不對 哈哈 估計再多沒多久 這邊 這個這個都會結束了 那今天就是這個樣子 給大家收看 那 估計 再過個幾集 就會 這遊戲要跟我們說再見了 基本上我覺得遊戲是還不錯啦 只是後面都是在跳跳樂 我覺得就有點無聊 對啊你看回到了洞窟 然後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非常壯闊的那個情況 就是說 如果你最最終階段是跳跳樂 可是搭的是天空的場景 那我還覺得還比較切一點 可不是 你是在冰洞裡面 太可惜了吧 這 這個可能只是我一廂起源 那 就先這樣子吧 下次再見囉 see you